有一個綜藝節目就有宅男大改造這個環節 裡面除了有單純介紹和為御宅族的正確知識之外 還特別強調了御宅族的特有特徵 就是邋遢不修蝙蝠內向、有交流障礙等等的 然後再用各種貶低的方式製造笑點 台灣新聞媒體的問題又掀起了一波討論 然而這並不是最近一兩天的問題 而是長久以來十幾二十年以上都存在著 大家好我是米干 最近台灣媒體的亂象再次受到熱烈討論 其中包含亂帶風向、鑽章取義、未經查證的內容 以及毫無新聞價值的題材等等的 這些台灣人民其實一直以來都知道 但也就習以為常認為這就是台灣媒體的生態之一 對台灣媒體產生反感 而一直以來都有一個族群受到媒體的熱愛 那就是喜歡動畫、漫畫、遊戲的宅族群 ACG愛好者 這也跟一直以來的風氣認為 動畫、漫畫、遊戲就是給小孩子看的這一點有關係 只要這些作品不是給小孩子看的就有問題 或者是當他們認為你應該長大了 還在喜歡這些東西 那你也有問題 所以常常會看到一些犯罪者被套上 喜歡沉迷動畫、漫畫、遊戲 或者是一些變態被稱為宅男等等的 而這樣的社會風氣跟媒體的煽動有沒有關呢? 這支影片就是來簡單談談台灣媒體一直以來如何關愛宅族群的 而首先我們就要先回到2005年到2007年間 在2005年左右 因為電影電車男的關係 讓宅男這個詞引進台灣 但在當時台灣對於獄宅族這個名稱和文化都非常陌生 並且都還是抱持著動畫、漫畫、遊戲就是小孩子的消遣 面向的族群應該都是小孩子 而且電玩、網路也都被許多家長和老一輩的人 認為非常危險又有成癮性 對這些自己不了解的東西都非常懼怕 因此媒體就抓住了這個點 在2005年到2008年之間 有一個綜藝節目就有宅男大改造這個環節 裡面除了有單純介紹和為御宅族的正確知識之外 還特別強調了御宅族的特有特徵 就是邋遢不修蝙蝠內向、有交流障礙等等的 然後再用各種貶低的方式製造笑墊 不管是用先入為主的偏見 來去介紹對方和與對方互動 提出有女朋友還要感到不可思議 甚至對涼宮春日這本小說 做出捏造內容的方式來製造笑墊 導致有許多家長認為 輕小說就是A書 而且當時有很多跡象指出 節目組有刻意帶風向 顯得那些人就如同他們所敘述那一般 也把涼宮春日等輕小說 被認為那些就是色情內容的風向之中 甚至還讓來賓說出了非常歧視的詞彙 這也是我以前有用影片談過的 涼宮春日事件 當時最後以許多人去現場抗議之下 電視台在自己的官網中道歉 被邀請的來賓也道歉 但主持人拒絕道歉並推託其詞之後 事情也算告個段落 也因為這件事 許多面向青少年的動畫作品 以及輕小說 都會被認為是色情作品 但媒體的行為並沒有停止 在那個時期每當有動漫展、同仁展的時候 媒體總會到現場並詢問 去現場購物的民眾和口舌 對民眾就會用誘導式的詢問 拍了多長的時間 花了多少錢 再用居然在這些東西上 花了這麼多錢的方式來應對 以及在採訪COSER時 都會挑選穿著比較暴露的人 導致當時報導出來之後 普遍對於宅圈的觀感並不這麼好 還有在報導相似初音第一場演唱會時 也是用現實虛擬 傻傻分不清楚來當標語 不能夠太沉迷在科技的世界裡 最近又有一場相當特別的演唱會出現了 主角不是人 而是虛擬偶像呢 整場演唱會他們都辦得很逼真 但是奇怪的是 還真的有人買票去欣賞呢 是個電腦畫出來的虛擬偶像 就連虛擬也都是電腦合同的 還吸引不少真的人來同場呢 他們竟然願意花錢來看一場虛擬的演唱會 不知道是不是現實跟虛擬已經傻傻分不清楚 而不是用理性客觀的方式 去真正的介紹那個虛擬演唱會到底是什麼東西 以及他背後呈現的技術 那如果你本身就已經不是一個有辦法 中立來評論一個事情的人 就不要去做個事情 最後觀眾只會記得 喜歡的人就是分不清現實 現實跟虛擬已經傻傻分不清楚 2010年後幾年 對於動漫畫的相關報導也是 一直帶往內容暴力色情不適合小孩子看 任何只要是動畫或漫畫 都會先以那適不適合給小孩子看 為評論標準 而許多次有撤會案件時 都會特別強調嫌犯沉迷電玩 或者是有看過哪部動畫作品 進而去營造出 這些電玩或者是動畫作品 讓他產生出了想犯案的動機 就連名偵探柯南曾經也被點名過 有教導小孩犯罪的嫌疑 有些人可能會提到 其他國家也有這個問題 確實歐美國家反對暴力電玩 而日本也有很多實際案例 將嫌犯的犯罪動機推給他看過或收藏的漫畫作品 稱受到那些影像 最有名的案例應該就是 1989年的宮崎晴事件 但那起事件中 也有傳出是記者故意擺拍書籍 刻意製造風向 這個事件我之後會再做一支影片來詳談 在2011年有一起切刀案 只因為他背著下納的包包 就被用動漫迷來稱呼 也讓整個新聞的關鍵字就是動漫迷 或者是動漫迷賊 除了媒體上報導以外 名嘴討論也都非常熱烈 但因為類似稱 嫌犯有看動畫漫畫沉迷遊戲的事情非常多 很難讓人對某幾件事件有特別印象 除了接下來要提到的兩個事件以外 分別是2012年的台南歌喉案 和2014年的政劫事件 前者在犯案時 有租借DVD和小說成為破案關鍵 而其中的作品疑似是林之死魔 這邊先說明一下林之死魔這部作品 算是當時興起的後宮系輕小說作品之一 雖然一定會有一些福利情節 但是故事設定和內容相當精彩 並非無腦的後宮翻 雖然這些對於毫無接觸的人來說無所謂就是了 在他們看來裡面就是有變態色色的內容 於是這點就成為了名嘴上政論節目的題材之一 在節目中大談括論這部作品多糟糕 這個動畫是一個日本漫畫叫做 林之死魔 其實那個林之死魔有點像哈利波特的故事 欸可是很奇怪 那個漫畫老實說你只去看 他不是給小孩看的 因為那個漫畫裡面都有那種類似色情的鏡頭 每一個學校的女學生胸部都很大 然後那個校長 魔法學校校還會性騷擾 雖然他確實有自己看過 但從動機漢看的時候就已經帶有有色想法了 因此最後得出的結論就是 這東西不是給小孩子看的 而且裡面還有色情情節 而他稱這部作品的客群 就是那些逃避現實 成立二次元的阿宅們 我們有一些人 事實上他們社交能力不好 類似講阿宅或是御宅族 他會退回到他們所謂的二次元的世界 跟我們真實世界是有一段落差的 真實世界對他們來講太困難了 嗯...以當時的時代背景 他要這麼說其實也不算錯啦 但問題就是說的場合說的時間 說的方式 放在這個主題中就會讓人覺得 這些沉溺二次元的阿宅們 會與現實脫鉤非常容易犯罪 雖然很快的這個話題就被轉開了 但是在這之中 特別去強調那個作品 又強調宅男這個族群 又有何意義呢 而在政捷的事件中 在報導挖掘他的犯案動機時 也特別強調了他沉迷暴力電玩LOL 以及隨身攜帶著一張遊戲王卡 青眼白龍 不只在新聞中特別強調 他平常沉迷於暴力電玩 和他胸前所掛帶的青眼白龍 之後還用採訪民眾的名義 給他為何攜帶青眼白龍下了一個定論 像是遊戲代表牌 攻擊力最強 毀滅性高 而重點的新聞標題就是 攻擊力極高 代表這張卡是多麼的兇殘 還會使人有暴力傾向 還有政論節目特別來討論 那些動畫、漫畫、電影、小說 暴力電玩是怎麼影響他人犯罪 並且說兇手因為青眼白龍 是主角海馬賴人的配牌 攻擊力最高 這樣擁有極高戰鬥力、破壞力的卡 當作他的護身服佩戴 這張卡是遊戲王 他裡面這樣的一個漫畫 他這個裡面非常著名的一個男主角 海馬賴人 他喜歡用的一個攻擊力最強 破壞性最高 非常可怕 也就是說他帶了這個主角的遊戲王卡在他的胸前 青眼白龍卡攻擊力3000 嗯?主角攻擊力最高 想想那已經是2014年 可以輾壓青眼白龍的卡應該多的是 但也確實青眼白龍在遊戲王裡 依然有一定的代表性 不過主因跟他攻擊力高不高 有沒有毀滅性沒什麼關係 而一些媒體或政論節目 常常就這樣在一知半解 或者是完全不知道但亂講的情況下 就把那些動畫、漫畫、遊戲 都塑造成極為恐怖會影響他人思考 像是喜歡的人都有問題一樣 再加上報導或者是談論時 一些帶風向的敘述模式 也都會影響觀眾的判斷 很多新聞報導的內容或者是政論節目 其實也跟現在很多YouTube自媒體一樣 然而新聞媒體的受眾更多更廣 不僅僅是單一受眾群 如果是一般自媒體獨立創作者 早就被罵到要出來道歉了 那麼許多真的對動畫、漫畫、遊戲不了解的人 很有可能就會被帶著風向 認為那些作品以及看的人都有問題 也確實有一段時間的風氣就是如此 而到了2016年之後 這種現象才慢慢的消失 一方面一些出圈的現象及動漫畫作品開始出現 再加上使用網路的普及化 人手基本上都會一直手機上網 對網路也不是處於那麼為之恐懼了 資訊的傳播也更方便更快速 而那些喜歡動畫、漫畫、遊戲的人 也長大投入各個行業 現在基本上也可以說各個行業都有宅了 雖然到了現在 社會風氣對於喜歡動畫、漫畫、遊戲等等的這些宅族群 比較沒有那麼多偏見和歧視 類似的偏頗報導也比較少了 但是新聞媒體的報導方式依然沒變 只不過換了對象換了形式 在一些報導內容中依然會加入非常重的主觀說詞 刻意的將一些資訊帶往某個方向 這也是許多人非常討厭台灣新聞的原因之一 一些政論節目很多資訊 也是時常在沒有完全去理解的情況下 直接在節目上大談過論 甚至連查證都沒有只評一張照片 就可以開始編故事 就算說的是錯的 造成他人嚴重的影響 也不用為此負責道歉 然後再去接下一檔節目 而究竟這種風氣有沒有可能改變呢 還是依然會製造出一些笑話 變成梗流傳呢 如果帶著青眼白龍就極其凶殘 那帶著其他作品的周邊又會變成什麼呢 那麼這支影片到此結束 喜歡的話可以分享訂閱以及加入頻道會員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提出建議以及討論 感謝已經加入的頻道會員們 以及最近新加入的會員 TOPPB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